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今天,我将带你领略古人留下的珍贵智慧 一段山水之美的古诗词 原曲以及古文名句的精华所在 在这片古老的文字世界里 每一句诗句都是山巒起伏 水波荡漾的写照 是时光隧道里的一抹奇迹 更是智者留下的不朽财富 山水之间有着古人的智慧 他们用诗词永探山的壮丽 水的灵动 用笔墨描绘出了大自然的神奇之美 让我们一起品味那六十句珍贵的古诗词古文名句 让这份智慧之光穿越时空 照耀我们当下的心灵 希望这段文学之旅 能让您感受到古人对山水的深情 也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别错过这段精彩的文学演绎 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古代智者笔下的山水之境 一同领略他们的智慧结晶 如果您喜欢这些珍贵的古诗词古文名句 请别忘了收藏和点赞 让更多的人一同领略这份美好与智慧 一 造画中神秀 阴阳歌昏晓 度府望月 大自然的神奇景象 阴阳交替昼夜分明 这两句诗描述了大自然的神奇景象 描绘了日出和日落的奇妙变化 作者通过造画中神秀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惊叹 认为大自然的变化如同一场神奇的表演 而阴阳歌昏晓 则表现了昼夜交替 阴阳更替的自然规律 二 远上寒山石敬邪 白云牲畜有人家 杜牧山形 远远望去 寒冷的山上石敬 温延曲折 白云升起的地方有人家 这两句描绘了灯高远眺所见的景象 作者杜牧通过寒山曲静和白云出现的地方有人居住 来形象地描绘出山野景色或人烟的景象 给人一种闲适 宁静的感觉 三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苏氏引湖上出情后 与二手其二 想要把西湖比作西诗 无论是青妆淡膜 还是浓妆艳膜 都同样美丽动人 这两句诗将西湖比喻为西诗 表达了对西湖美丽景色的赞美 作者苏氏认为无论西湖是晴朗明镜还是细雨绵绵 都有着美丽动人的一面 不论是淡雅还是艳丽的表现管道都同样吸引人 四 一重山 两重山 山远天高烟水寒 相思枫叶丹 礼玉常相思一重山 一重山 再有两重山 山峰遥远 天空高远 云雾笼罩 山水寒冷 唯有相思之情 如同枫叶一般红雁 这四句诗描述了诗人心中的相思之情 山水隔离 使得相思之情更加深沉 将自然景色与内心情感相结合 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忧愁和孤寂 五 一道残阳谱水中 半江色色半江红 白居易目江银 一缕残阳映照在江水中 一半江水波光灵灵 一半江水呈现出红色 这两句描绘了夕阳西下时的江景 残阳映照在江水上 一半水面呈现出晚霞的红色 给人以明镜 温暖的画面感受 展现了江边落日余晖的美丽景象 六 夜上出阳甘肃雨 水面清源 一一风和举 周邦雁苏木遮疗沉香 出生的阳光晒前了叶子上的素雨 水面清澈圆润 微风吹过 一片片荷叶被轻轻掀起 这两句描绘了清晨的景象 阳光出生 雨水被晒前 叶子上闪着晶莹的光 水面如静清澈 微风吹拂下 荷叶轻轻摇曳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 展现了清新 宁静的清晨氛围 七 野矿天低树 江青月近人 梦浩然速见得江 荒野广阔 天空低垂 树木稀疏 江水清澈 皎洁的月光静在人间 这两句描绘了夜晚江边的景象 孟浩然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了荒野广袤 天空低垂的异境 同时描绘了宁静清澈的江水和明亮的月光 给人以宁静 空旷的感觉 八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薄情怀进酒家 肚木薄情怀 烟雾弥漫 寒冷的河水 月光如笼罩一般 夜晚停泊在秦淮河边 靠近了酒家 这两句描绘了夜晚泊传在秦淮河边的景象 作者通过烟笼寒水 月笼沙表现了夜晚的朦胧感 而夜薄秦淮进酒家 则暗示了在江畔的宁静夜晚 人们的休憩和欢乐 9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杜甫屡夜舒怀 星星点缀在辽阔的平原上 皎洁的月光涌动在宽阔的大江之上流淌 这两句描绘了夜晚星月璀璨的场景 杜甫以简洁明亮的语言勾勒出夜晚平原上星星翼翼 大江如银河般波光零零的景象 展现了壮阔 辽阔的自然景色 十 潇潇无夜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 夜少恩夜书所见 梧桐树叶沙沙作响 寒意被送来 江面上的秋风摇动着旅人的心情 这两句诗描绘了秋夜江畔的景象 梧桐树叶的萧萧声音伴随着秋意渐浓 江上秋风浮动 使得旅人内心充满离愁别叙 表现出了孤寂凄凉的秋夜情境 十一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李白独坐静庭山 彼此相互欣赏 互相观看却不敢厌烦 唯有静庭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两句诗表现了作者 对静庭山的喜爱与推崇 李白通过相看两不厌 表达了对山的喜爱 认为在山的面前 观赏不会产生疲倦 只有静庭山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表现了作者对其特殊情感的彰显 十二 西云出曲日晨阁 山雨欲来 丰满楼 续昏咸阳城东楼 咸阳城西楼碗跳西门 山谷中云雾出声 太阳即将沉没在城楼的隔顶 山间的好雨即将到来 阵阵风充满了楼宇之间 这两句诗描绘了 咸阳城东西楼前的景象 诗人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 西阳西下 云雾渐起 山间即将迎来的好雨 通过自然景象表达出紧张和激荡的氛围 给人以戒备和期待的感觉 十三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贵于肥 张志和鱼鸽子西塞山前白鹿飞 在西塞山前 白鹿自由飞翔 桃花盛开 流水湍急 贵于肥美 这两句描绘了西塞山的景象 作者用简练的语言勾勒出了山水风光 和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 白鹿飞翔 桃花盛开 湍急的流水 肥美的桂鱼 构成了一幅山水诗画 展现了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 十四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杜甫登高 无边无际的树木 落叶纷飞下来 长江的水试滚滚而来 永无止尽 这两句描述了登高所见的景象 杜甫用无边落幕萧萧下 表现出秋天树叶飘落的情景 而不进长江滚滚来 则表现了长江奔流不息的壮阔景象 显示出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壮丽的赞叹 十五 万鹤树参天 千山享杜鹃 王为宋子周礼使君 千万山栏的树木参天而立 千山万鹤传来杜鹃鸣转声 这两句描绘了宋别时的山水景象 王为以极其简练的语言 勾勒出了千山万鹤 参天树木和杜鹃的声音 呈现了大自然的壮美景象 给人以高远 幽远的感受 十六 亭前落尽梧桐 水边开彻芙蓉 周婷玉天静沙丘 庭院前的梧桐树叶已经全部落尽 水边的芙蓉花盛开得十分繁茂 这两句诗描绘了秋季的景象 朱婷玉以梧桐夜尽和水边芙蓉开放的景象 生动地展现了秋天的变化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全部凋落 而水边的芙蓉却绽放出了盛大的花朵 对比了自然界生命的消退和新生的景象 十七 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咸 白居易白云泉 在天平山上有一红白云般的泉水 云自然无心 水也自得咸是 这两句诗描述了山上的白云泉 白居易以淡泊 自然的笔调写下了山泉的景象 用云自无心水自咸来表达自然无心的状态 展现出山泉的纯净 宁静与闲适 十八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礼白望天门山 天门山间断 楚江从这里分开 碧绿的江水东流到这里折回 这两句诗描述了望天门山时所见的景象 李白以简洁的语言勾勒了天门山的景象 以天门山为背景 描绘了楚江河水经过此处的动向 展示了大自然壮丽景色的壮观和奇特 十九 水光炼焰情芳好 山色空蒙与异齐 苏氏引湖上出情后与二手其二 水面波光灵灵 晴天更加美好 山色若隐若现 与天也同样奇特 这两句诗表达了对湖光山色在不同天气下的不同感受 苏氏用水光炼焰情芳好来描绘晴天水面波光灵灵的景象 而山色空蒙与异齐则表达了与天下山色若隐若现的神秘之美 展现了作者对自然景色变化的领悟和赞美 二十 圣日寻方似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珠熙春日 在美好的阳光下寻觅春日芬芳 似水盼的景色无限辽阔 一切光景都显得新鲜 这两句诗表现了春日似水的美景 珠熙以圣美的阳光为影子 描绘了春日似水边上无限辽阔 新鲜绚丽的景象 给人以生机勃勃 青春蓬勃的感受 表达了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和对生命活力的歌颂 二十一 山随平野尽 将入大荒流 礼白渡京门送别 山脉逐渐平缓直至平原 将水进入辽阔荒凉之地奔流而去 这两句诗描述了离别时的景象 李白以山随平野尽和将入大荒流的表现手法 表达了离别的悲情 将自然景色与离情巧妙的结合 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凄凉和离愁别墟 二十二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任月上摩天 路由秋夜江小出离门银梁游感 三万里长河东流入大海 五千任高的山峰耸立入云 仿佛可执摩天 这两句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 路由以长河东入海和高耸入云的山峰 来表现出大自然的壮阔和雄伟 展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感叹与赞叹 二十三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李白 望炉山瀑布 阳光照射在香炉上产生出紫色的烟雾 远眺瀑布挂在前面的山川上 这两句诗描绘了炉山的景色 李白以阳光照在香炉上生出紫色的烟雾 和远观瀑布挂在山川之间的景象 勾勒出了炉山瀑布的神奇景色 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景色的赞叹与敬仰 二十四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乌贫 柳掌青 逢雪素芙蓉山主人 夕阳西下 苍茫的山巒遥远 天寒时空下贫寒的白色乌射 这两句描绘了冯雪叶素芙蓉山主人家的景象 柳掌青以日暮苍山远和天寒白乌贫 来表现一碗山也宁静的景象 凸显出自然环境中质朴 清寒的气息 二十五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易江南江南好 旭日升起 江边的花朵红得比火焰还艳丽 春天到来江水呈现出绿的如同蓝色一般 这两句描绘了江南春天的景象 白居易已日出江花红和春季江水绿来形容江南春天的美景 以鲜艳的色彩描绘了江南春天的生机和活力 展现了作者对江南风光的美好回忆与赞美 二十六 人间四月芳飞尽 山寺桃花时盛开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时花香渐渐消逝 山寺里的桃花才开始盛开 这两句诗描绘了四月时节的景象 白居易以寺庙的桃花开放来对比外界的花景凋谢 表现出桃花的盛开与人间景象的萧索 表达了对自然变迁的感慨 二十七 青山隐隐水迢迢 囚禁江南草未雕 度目继扬州寒绰盛判官 苍翠的青山隐约可见 江水远远蜿蜒流淌 秋天已经结束但江南的草木仍未凋谢 这两句描绘了江南秋末的景象 度目以青山隐隐 江水迢迢来表现江南秋季的壮美景色 描述了秋天已经结束 但江南草木依然郁郁葱葱的情景 表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凝望和惊叹 二十八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白浦天静沙丘 青山绿水环绕 白色的草地 红色的树叶和黄色的花朵相映成去 这两句诗描绘了秋天景色的多彩 白浦用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来描绘了秋天大自然五彩斑斓的景象 表现了对秋季多姿多彩景色的赞美 二十九 青海长云暗雪山 古城遥望玉门关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的长长云朵笼罩着雪山 孤立的城池远眺着玉门关 这两句描绘了行军途中的景象 王昌龄以青海长云和雪山 孤城远望玉门关来表现出行军路上壮阔景色和孤寂的氛围 给人以战乱时代的边塞孤城之感 三十 人嫌贵花落 夜静春山空 王为鸟鸣剑 人们悠闲地度过时光 桂花静静飘落 夜晚宁静 春山空空荡荡 这两句诗描绘了宁静优雅的春夜景象 王为通过人嫌桂花落 描绘出人们闲适 田径的生活状态 接着以夜静春山空表达了夜晚春山的宁静空旷 使读者感受到春夜的优雅与甜静 整首诗渲染出一种深邃安宁的氛围 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静美 三十一 清风江上秋翻远 白地城边古墓书 高氏送礼少甫贬来中王少甫贬长沙 在清脆的江水上 秋天的船帆遥远飘去 白地城旁的古老树木稀疏分布 这两句诗描绘了船帆远行和古城的景象 高氏以清风江水和秋天帆船的离去 来表现离别之情 同时通过描绘白地城边稀疏的古树 展现出历史沉淀和岁月流逝的情感 三十二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柳宗园将雪 千山万山上的鸟都飞走了 万到万静上的人的踪迹都消失了 这两句诗描绘了大雪覆盖下的景象 柳宗园以千山万静无人迹 来表现了大雪覆盖后的幽静和清迹 展现了大自然冰雪覆盖下的肃穆和静谧 三十三 千里樱蹄绿应红 水村山锅九旗风 渡牧江南春 千里间樱蹄叫 绿树映着红花 水乡村舍和山脚下九旗在风中飘扬 这两句诗描绘了江南春天的景象 度目以鹰鸟提叫和春天万物生机薄薄的景象 描绘了江南春天的繁华与活跃 表现出了江南水乡丰富的自然景色和生活气息 三十四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星气级西江夜夜行黄沙道中 天空中有七八颗星星璀璨夺目 远处山前下着两三点细雨 这两句诗描绘了夜晚的天空和远山 星气级以星星璀璨和远山细雨点来表现夜晚的清幽和寥寥几星的景象 展现了行走黄沙道中的壮阔与孤寂 35 男儿和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 李赫南元十三手起舞 作为男子汉子 为何不携带兵器无钩 征服和收复观山之间的五十个周份 这两句诗表现了豪迈的气概和壮志 李赫以男儿武士的形象 表达了对抗争与征服的豪情壮志 表现出对国家河山的忠诚和报效的决心 36 满载一船秋色 平铺十里湖光 张孝祥西江月祖风山风下 一船秋色满载而归 湖面上铺展开十里湖光 这两句诗表现了秋景的壮美 张孝祥以一船秋色满载和湖光石里的景象 勾勒出秋天的丰富与宁静 展现了湖光秋色相应的壮美画面 37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伤春 燕书换西沙一向年光有现身 眼中所见的山穿空旷 心中思念远方 落花风雨更使得春天更加悲伤 这两句诗表达了远方思念和春天凄美 燕书以满目山河空旷和春日风雨交加的景象 表现了远方思念和春天凄美 给人以离情别墅和对时光流转的感慨 38 绿遍山园摆满川 紫龟生里雨如烟 恩眷乡村四月 山园被绿色遍布 白色春雨填满河川 紫龟鸟鸣声中雨如薄雾 这两句诗描述了乡村四月的景象 恩眷以山园绿色和白色春雨 来表现春季生机盎然的景象 通过紫龟鸟鸣和语物的联想 展现出春雨萌萌的景象 39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伯 藤王阁续 晚霞和孤雾一同飞翔 秋水和天空一同呈现出深邃的一色 这两句诗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 王伯以落霞与孤雾一同飞翔 和秋水共天空一色 来表现大自然景色的宏伟壮丽和宇宙奥妙 表现了大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四时 落幕千山天远大 橙江一道月分明 黄亭间灯快阁 千山落叶天空广阔远大 澄清的江水中一道月光清晰可见 这两句诗表现了山水月夜的景象 黄亭间以千山落叶和清澈的江水中明亮的月光 来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清澈和广阔 展现了大自然静美的夜景 四时一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李白早发白地成白地下降临 两岸的猿猴声不停地提叫 青州已经穿越过千山万岭 这两句诗描绘了船行的景象 李白以原声不住和青州穿山越岭来表现船行的辛苦和跋涉 展现了航行中的辽阔和漫长 四十二 梁月如梅挂柳弯 月中山色镜中看 戴书伦 蓝溪照歌 凉爽的月光如同眉毛挂在柳弯上 月地的山色犹如镜中景象一般清晰 这两句诗描述了月夜的景象 戴书伦以月光如梅和山色如镜 来描绘月夜下的清冷和月的山色的壮美 展现了夜晚景色的清幽和宁静 四十三 苦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马志远天静沙丘丝 苦藤老树和嘈杂的乌鸦 小桥流水旁的人家 古道上吹着西风的寿马 这两句诗勾勒了秋天的景象 马志远以自然景物和农村民居 来描绘秋季的淒清和深远 展现了秋天萧索的田园风光 四十四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王维山居秋明 空山经过新雨洗礼后 天气在傍晚时分显得更加秋意浓浓 这两句诗表现了山居秋日的景象 王维以新雨洗礼后的空山和傍晚的氛围 来表现秋季的清凉和幽静 展现了秋日山居的清雅和宁静之美 四十五 江与飞飞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蹄 维装台城 江边与雾蒙蒙 江草齐齐 曾经的六朝王朝如同梦境中 鸟孤寂鸣蹄 这两句诗描绘了江城景象 维装以江与雾蒙蒙和六朝如梦 来表现江城的幽静和充满历史沧桑感 展现了江城的历史厚重和凄迷之感 四十六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王维汉江灵犯汉江灵跳 江水流淌在天地之外 山色浑然天成 这两句诗表达了对江山自然景色的感叹 王维以江流外 山色有无中 来表现江山自然的广袤和气势磅礴 江自然山水的壮美和辉红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十七 江碧鸟于白 山青花欲然 杜甫绝聚二手 江水碧绿中飞过白色的鸟 山巒青翠中的花朵即将绽放如火 这两句诗表现了自然景色的绚丽 杜甫以江水碧绿和山巒青翠来描绘自然景色的美丽和生机勃勃 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和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 四十八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王之焕梁周辞二手其一 黄河远远的流经白云之间 一座孤立的城池矗立在高耸万刃的山间 这两句诗描绘了黄河沿途的景象 王之焕以黄河远流和孤城独立山峰来表现黄河沿岸的壮丽景色 展现出黄河沿线的壮美和历史的沧桑 四十九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云跳竹乱入船 苏氏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最书 乌云翻滚如墨色还未遮住山峰 白云像珍珠般嬉嬉立立落入船弦 这两句诗描绘了风雨来临的景象 苏氏以乌云密布和白雨犀利来表现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 展现出大自然风云变换的气势和声势浩大的场面 五十 孤帆圆影必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礼白黄河楼宋梦浩然之广灵 孤独的传影随着远方碧蓝的天空渐渐消失 只能看见长江水流在天际延绵 这两句诗描绘了长江景象 李白以孤帆圆影和长江天际流来表现船影逐渐消失和长江的辽阔壮阔 展现出长江美丽壮阔的江河景色 五十一 峨眉山夜半轮秋 引入平枪江水流 李白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上的月亮半圆悬挂 倒影映入平枪江的水流中 这两句诗表现了峨眉山夜景 李白以峨眉山上半圆的月亮和其倒影入江的景象来描绘山月的壮美 展现出山水的焦香灰映之美 五十二 灯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李白庐山遥记录是玉须周 灯高远眺天地间 大江浩渺地流向远方 永不返回 这两句诗展现了壮阔的江山景色 李白以灯高远望和大江茫茫的景象来描绘自然山水的辽阔 和永恒流动 表达了大自然无限的壮美和江山永恒的宏伟 五十三 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四沟 李赫马是二十三首起舞 广袤的沙漠白如矮矮雪 燕山上的月亮形如一沟 这两句诗表现了沙漠与山月的景象 李赫以沙漠白雪和燕山月四沟 来描绘沙漠与山峰的壮美景象 表现了大自然景色的壮阔和美丽 五十四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王维史智赛上 广袤的沙漠中 孤独的烟柱直上 长长的河流中 落日圆圆 这两句诗展现了边塞的景象 王维以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 来描绘边塞的辽阔和落寞 展现出边塞地区的壮阔和深远 五十五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张若须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通海平 海上明亮的月光和潮水同生共存 这两句诗描绘了春江和海上的景象 张若须以春江潮水和海上明月相应 来描绘自然景色的美丽和和谐 表现了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五十六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穹炉 笼盖四野 赤乐歌 在赤乐川旁 位于阴山之下 天空宛如一座巨大的穹顶 笼罩着四野大地 这两句诗歌描述了大草原的景色 赤乐歌描绘了草原广袤 阴山巍峨 天空宽广壮丽的景象 展现了大自然的壮阔和神秘 五十七 迟日江山立 春风花草香 杜甫绝聚二手 夕阳斜照江山美丽 春风吹拂花草芬芳 这两句诗表现了江山风景的美丽 杜甫以夕阳晚霞和春风花草的芳香 来描绘自然景色的晚立和生机盎然 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五十八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礼白早发白地成白地下江陵 早晨告别了白地成 在彩云飘渺之间 千里之行到江陵只需一日 这两句诗描述了旅行的情景 李白以告别白地成和彩云飘渺的景象 来描绘旅途的壮阔和美好 展现了旅行时的豪情和激情 五十九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王之焕灯灌雀楼 白天依山尽头 黄河水流汇入大海之中 这两句诗描绘了山河交汇的景象 王之焕以白日奚落山尽和黄河入海的景象 来展现山水交融和自然景色的壮美 表达了大自然的壮丽与广阔 六十 燕子在飞翔时 绿色的水域围绕着人家 这句诗出自苏氏的蝶恋花春景 是对春天景色的生动描绘 苏氏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燕子飞翔 碧绿的水域和人家相伴的场景 给人以一幅和谐 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这句诗句简洁明了 通过寥寥数语勾勒出了春日景色的生动画面 展现了自然和谐 生动的美景